威胁的这个都不动心 那真的永远住在 住无量寿 无量寿经想的修阴 就是亲近平等学吗 你常住在亲近平等学 这个就是我们念的 刚才念的出所 王学成起都去宣传 他就代表这个意思 真正能把心 常住在亲近平等学 成功 你才会真的 对一切环境感恩 对一切人士感恩 你六根所借出的 六成经人生 全是佛部生 你见佛了 你成就了 佛经上写的是教科书 这是引导你 指引你 真正的功夫在生活上 你成就 你断反倒 你正菩提 是在生活上正在地 与书文不相干 这六足大师讲的 他听吴金藏比丘尼念 涅槃经 念完之后跟他讲道理 讲得比丘尼非常欢喜 捧着金本来问 向他请教 说我不认识字 不认识字 怎么讲得这么好 这个余认识字 不认识字 没关系 合的 大方 广佛 欢迎 就是什么 你们看这金本 这欢迎 错了 那不是欢迎 大方 广佛 欢迎 就是整个宇宙 就是赦法界 一阵状言 活的 活的 活生生的生活 就是大方光和花眼 大方光是自信的体相用 哪里是在书本里 哪有这种道理 那我们说佛死在书本里 你怎么会开悟 那这书本是个引导 好像我们走路一样 这个地图 这地图不是呢 你想去的地方不是 甚至看着你就到了 你把地图丢掉 走出去才能到达 现在人家确定 何学何用 这话很有味道 怎么样 何学何用 佛法在哪里 佛法在生活 在穿衣吃饭 在待人节目 大臣在哪里 大臣在工作 所以 释迦牟尼佛在当时 被那么多人尊敬 你看这个发挥 两万多人 两万多是人 人之外 我们眼睛看不见 还有不同围次空间 不同围次空间的 那就是诸大菩萨 诸大菩萨 声闻也算 声闻阿罗汉 这不是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 还有诸天 御节亭 四餐天 繁重是四餐天 不说四空天 四空天他不来 四空天叫长寿亭 他不会来听 听法 八部归神 这也是语解的 这都是我们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众生 比我们现前看得见 不晓得多多少倍 来学 都是来学和的佛法 不是学着死东西 这个一定要知道